2018年12月1日是第31个世界艾滋病日 11月30日,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毯医院的红丝带之家 艾滋病感染者小燕作为志愿者 正在像往常一样为住院的艾滋病病人送汤 我叫小燕,大概去感染差不多有快十二十年了 2000年查出来的 然后从2005年就开始一直做 那会儿没有志愿者 然后就是帮大家做汤嘛 给病房的病人做的汤 现在是志愿者 现在是在红丝带之家做志愿者 做了是长期志愿者 每天都在,注意到周五 45岁的小燕18年前被男友传染了艾滋后 进入了地毯医院红丝带之家 从2005年第一次为住院的艾滋病人送汤 一直到现在 每周二和周五小燕都准时送汤 一次都没有缺带过 有些人一开始是不喝汤 直到最后 就是想喝汤 直到他们想喝汤的时候 我就对他们说 我说快好了 已经要出院了 身体已经没问题了 作为红丝带之家的志愿者 同时也是一名艾滋病感染者 小燕更能了解患者们的病情和情绪 我最早接触他是在病房 病房的时候他是住院嘛 然后动不了 然后后来又给他那个什么 给他那个叫理发 跟他还算比较熟的 在这当中就是他在临死前几天 前一两天吧 谈到未来 小燕说自己没有太大的愿望 想一直在红丝带之家坐下去 为其他病人做好服务 小燕说 有的人查出艾滋病后 就失去了对生活的希望 但在他看来 这只是一个病毒而已 好好吃药 好好工作 好好生活就可以了 我没觉得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 做自己该做的事 自己能力所及吧 我就觉得我该做什么 我还做什么 我觉得这个病不影响生活 什么都不影响 傍晚18点左右 在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地毯医院的 艾滋病病房 副主任医师梁洪远 已经开始了晚班的查房工作 负责职当天晚班的梁医生 头一天下午4点半上班 第二天早上8点 才结束值班工作 今天那个林甲酸辣都点了吧 可能呢 初日会点来没来 就还没点下午还没点呢 是吧 待会我跟上周两点了 那个要不然吃 我待会一开始 你听说要你再吃点吧 把那烧汤降下来 38岁的梁洪远 14年前来到地毯医院 就被分到了感染科 走上了艾滋病防治的这条路 他说除了治疗上的工作 艾滋病患者的心理干预 也非常重要 之前我们前一段时间就是 有一个小伙子 20多岁 他来了以后 其实他还不重 并没有说特别的 到晚期的那个程度 但是呢 就是由于心理压力特别大 甚至有这种轻生的念头 那经过我们 一个是耐心稀致的解释 同时呢 帮助他积极地 把这些病发症控制住 很快的 他也就是身体恢复了 同时他对艾滋病 也有一个比较好的 一个了解了 这个病原来 他就是个慢性病 可控的 经过长期吃药 能够稳定的 那现在他也重返到一个 社会上去正常的工作了 梁医生说 早期发现了艾滋病感染 人体还有一定的免疫功能 就不容易发生机会性感染 和肿瘤等并发症 而这时 只要及早吃上抗病毒药 规律服药 就可以回归正常生活 而对于艾滋病患者来说 对艾滋病的污名化 和来自社会的歧视 还是造成他们心理压力的 主要根源 怕单位知道 怕单位知道 怕单位体检 其实这些 有些单位是不体检的 但是有些人还是担心的 还有一个就上那个 就是那种那个保险 买那种保险 除了日常作为医生的工作 梁洪远还常常到高校里 宣传艾滋病知识 希望能够让更多人 正确认识这种疾病 减少歧视 不要把这个病 这三个字过度的这种污名化 或者说叫妖魔化 实际艾滋病 它就是一个慢性病 就是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 通过长期的服药 能够使身体稳定的 这样一个慢性病 我们就这样去认为 它就可以了 好